南天门杂佛事件疑点重重,一个身穿同盟军军服的人,在南天门山拿起铁锤向最高顶的佛塔敲了几下。 这个人并未预料,他的这几下迅速激起了缅甸整个佛教信徒和僧侣们的怒火。 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纵观史书,于是僧侣们在全缅各地组织各种声势浩大的活动。 使原本就动荡的缅甸增加了一层未知的变数,让同盟军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。 然而,佛法讲究的是真相,在真相并未明了之前就搞这么大的动作,不得不让人怀疑其游行目的性。 这是疑点之一,在同盟军公告的描述中是一位身穿同盟军衣服的人。 也就是说,这个人只是穿着同盟军的衣服,是不是同盟军士兵还两说呢? 这是疑点之二。 因此,这件事情的原委并不明朗,还有待考证。 果然佛陀说的没错,众生都是不明真相的人。 缅甸信徒游行越演越烈,缅甸重镇曼德勒扬言对果敢会馆和李神龛进行报复性破坏。 我们来回顾一下杂塔事件,所谓的震撼塔,源于2015年,果敢同盟军第一次反攻果敢时, 曾经在南天门山爆发了一场长达两个月的战斗,在明知没有生还希望的情况下。 果敢同盟军的24位勇士决心坚守南天门的阵地,放弃了撤退的机会。 他们在阵地上死战不退,最终被战死。 后来缅甸政府军将他们的遗体埋在一起,在上面建起塔,被称震撼塔,从名字就可以知道, 其意义到底是什么,绝对不是纪念勇士的意思,而是缅甸政府军要炫耀功绩,在深层次上。 也显现缅甸内部的某些人的心态问题,或许,这才是果敢地区的汉人组织起,以武力争取自身地位与权力的根源, 也因此,该出手时,果敢同盟军战士没犹豫。 直接动手了,没有什么问题可言,砸的可不是一个塔的问题,更是清算历史。 以前缅甸政府军的遗迹势必要有个说法,不仅仅是震撼塔,还有所谓三大地雕像,都是为缅甸政府军搞出来的东西, 背后与缅甸推行的民族政策有关,缅族人为缅甸的主要民族,也就有了大缅族主义,对其他民族。 特别是汉族人缺少包容心,缅甸自建国起的内战,实质就是镇压少数民族的反抗,现在果敢同盟军拿下老街,标志着果敢彻底恢复到汉人手里了。 那么需要做的事情还是不少的,尽管果敢同盟军已经发了通告,说明砸塔这是士兵的个人行为, 但是不可否认,没有压迫就不会有反抗,能抡起大锤,也就说明这背后恨能有多大。 当然,围绕着这座塔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纷争,但是那是在缅甸国内反而证明一点。 在宗教和历史多重历史矛盾纠缠下,果敢地区如果想要真正站起来,只能靠把对手打伏才行。 据网友发布的视频,缅甸僧侣因果敢同盟军砸毁南天门上的佛塔而爆发大规模游行。 这一事件不仅反映了地区的紧张局势,更揭示了宗教与政治的错综复杂关系,缅甸作为佛教盛行的国家。 佛教文化在这里根深蒂固,僧侣在社会中拥有重要地位,其言论和行动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观念。 而这次的抗议行动表明,宗教信仰正在被利用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。 佛教在缅甸有着重要的地位,佛塔更是象征着信仰和灵性的象征。 这次事件不仅是对佛教信仰的冒犯,更是对整个国家的和谐与和平的挑衅缅甸的僧侣们深知。 只有通过和平理性的表达诉求,才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支持。 作为果敢人的居住区,果敢会馆一直被视作是缅甸民主运动的象征。 然而,曼德勒市政府最近的声明却让人担忧,他们宣布计划驱逐果敢人并破坏果敢会馆神刊。 这无疑是对民主力量的打击。 面对此事,同盟军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言论压力。 各界人士和民众纷纷站出来,声援果敢人并对政府的行为提出质疑,在社交媒体上支持者们积极发声,表达对僧侣们的支持和对政府的抗议。 不管是佛教信徒、僧侣,还是果敢人和同盟军,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,维护民主、和平与宽容的缅甸,希望政府能够倾听人民的声音。 以对话的方式解决问题,推动国家走向真正的和谐与繁荣。 缅甸佛塔事件再度升级,曼德勒士的这一行为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抗议浪潮,无论是信仰还是政治观点。 我们都应该以公正客观的态度看待这次事件,唯有合力,缅甸才能迎来和平与发展。 佛教对缅甸至关重要,佛教在缅甸的传播和发展,也推动了佛教教义的本土化和多样化。 缅甸佛教的教义在很大程度上融合了本土文化和宗教信仰,形成了独特的缅甸佛教风格。 缅甸佛教强调修行者的个人修行和超脱,同时也强调个体与社群之间的联系和互动。 鼓励修行者在社区中扮演积极的角色,佛教在缅甸的发展历程非常漫长和复杂,佛教传入缅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。 佛教在缅甸的传播和发展,推动了佛教教义的本土化和多样化,形成了独特的缅甸佛教风格。 缅甸佛教强调个人修行和超脱,同时也注重个体与社群之间的联系和互动。 佛教在缅甸的传播过程中经历了许多艰辛和挑战,但它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和智慧,对缅甸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 佛教传入缅甸已有超过2000年的历史,佛教在缅甸的发展历程非常漫长和复杂。 在缅甸历史上,佛教一直被视为重要的宗教和文化传统,对缅甸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 佛教传入缅甸的起源,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。 根据历史记载,公元前305年,印度大帝国的阿裕王派遣信使到缅甸传教。 此后几个世纪,缅甸一直处于印度文化和佛教的影响之下,佛教教义在缅甸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接受。 公元五世纪,缅甸出现了第一批佛教文物。 包括佛塔和佛教寺庙,这些佛教文物成为了缅甸佛教文化的重要遗产。 在公元11世纪至13世纪的千年之交,缅甸佛教经历了一个辉煌的时期,在这个时期,缅甸的国王们纷纷信仰佛教。 并将其作为国家宗教,佛教寺庙和佛塔也成为了缅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这个时期的佛教文化在缅甸形成了独特的风格,这种风格强调个人修行和超脱,同时也注重个体与社群之间的联系和互动。 佛教文化也在这个时期融合了缅甸本土文化和宗教信仰。 形成了独特的缅甸佛教文化。 在缅甸历史上,佛教和政治一直是紧密相连的。 缅甸的国王们纷纷信仰佛教,并将佛教视为国家宗教。 这也推动了佛教在缅甸的传播和发展。 在缅甸的历史上,佛教也经常被用来合法化政治权利和行为,这也导致佛教的政治化和权威化在缅甸的历史上。 佛教团体和寺庙也经常被政治权利利用,以实现自身的政治目的。 在现代的缅甸,佛教依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宗教和文化传统。 缅甸佛教的传统和文化一直被保护和传承,同时也在不断的发展和改变。 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变革,缅甸佛教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和调整。 现代缅甸佛教的特点之一是,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治和政府的支持。 政府在佛教事务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 缅甸政府也通过制定一系列法律和政策来管理佛教事务,以保护佛教的权威和传统。 另外,现代缅甸佛教还在不断地向世界传播和交流,成为了国际佛教交流的重要角色。 总的来说,佛教在缅甸的发展历程非常漫长和复杂,从佛教传入缅甸的起源。 到后期佛教的发展和演变,以及佛教与政治的关系,再到现代缅甸佛教的发展,每个阶段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 佛教在缅甸的历史和文化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。 它不仅影响着缅甸的宗教和文化,还对缅甸社会和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 佛教在缅甸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宗教和文化传统,它影响着缅甸人民的宗教信仰、文化价值观和社会习俗。 缅甸是一个佛教国家,佛教是缅甸人民最为信仰的宗教之一。 在缅甸,佛教被认为是一种精神信仰和文化传统,它渗透到了缅甸人民的日常生活中,许多缅甸人会定期前往寺庙朝拜和祷告,向佛陀和菩萨祈求健康、平安和幸福。 此外,在缅甸的许多公共场合和节日庆典中,佛教仪式也被广泛使用,佛教对缅甸人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价值观有着深刻的影响。